嗨 大家好 我是威士尼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 乐天小熊饼干在2023年所推出来一个 饼干加水晶球的梦幻许愿组的一个活动 好 那我们可以在Seven同操上面 那我们使用新台币279元 那我们就可以带回来一组 乐天小熊饼干的梦幻许愿组 那它里面呢有这个饼干 还有一颗很可爱的乐天小熊的水晶球 好 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东西 那在座位上面呢就是我们从Seven 带回来这个乐天小熊饼梦幻许愿组 它的一个盒子 那它彩盒前面的封面呢 我个人觉得设计的相当的可爱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温馨的小屋子 那屋子里面呢 它看起来是在为耶诞姐做一些相关的灯饰的装饰 然后里面有一个水晶球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乐天小熊 然后它里面包了一个小的小熊 那这个看起来像一个水晶球的一个造型 OK 那因为是冬天 所以他们在残雪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雪片 在这上面 那里面有附饼干 还有里面这个水晶球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盒子侧边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有这个小熊 然后有五指 还有这个相关的雪片 好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那因为它这里面 除了水晶球组 它的一些相关成分外 它里面还有这个相关的饼干 的一个组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 还有一些相关的品名跟成分 然后还有营养标识 然后还有营养标识 这边它都有做一些 它有一个说明 OK 好那这个原产地是泰国制的 那是台湾乐天制谷 股份预约公司 然后去代理进来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个侧边 侧边另外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小熊 坐着这个雪橇 OK 这样一个仪式图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椰蛋熊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盒子呢 把它打开来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相关的内容物 好那这个上面 我们从上面这边把它开起 我们把它推起来 然后呢把这个盒子把它打开 好那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里面有这个四个包装的一个 乐天小熊的饼干 我们依序呢 把这些饼干把它拿出来 那这个粉红色看起来就应该是这个草莓口味的吧 那里面还有一个 看起来像咖啡色的 所以这应该可能就是 比较巧克力 或者是 的味道 所以一共四包饼干 然后里面的话是这个水晶球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用倒的把它倒出来 好我们把水晶球呢 把它拿出来 好我们把水晶球呢 从这盒子里面倒出来了 那里面还有一个小的盒子 那这个是多一层的保护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乐天小熊在水晶球里面的这个样子 那这它的一个盒子侧边的部分 好那这它的另外后面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 一些相关的主要材质介绍 还有品名的部分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另外一边 好那这底部 那我们在这里一样把这个水晶球拿出来 好那我们盒子呢 已经把它拆开来了 那我们一下把这个打开 好这是水晶球的外壳 好 好可以看到呢 这是我们这个乐天小熊水晶球呢 就在我们手上了 好那可以看到呢 它的外型 基本上很可爱 那里面这边 有它的金粉之外呢 那前面还有这个三个礼物盒 那后面是乐天小熊 然后这边 前面这边写一些日文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它的一个后面的部分 然后呢 这是它的底部 好所以这次哦 乐天小熊的这个水晶球呢 就在这边 给大家看看 好可以看到 这非常可爱的这个水晶球 在这里 好那这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我们从Seven统一超商 带来这个乐天小熊饼 梦幻许愿组 这个组合包 介绍到这边 那我是维思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